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 感见不醒 对我们姐妹平安 很高兴又在祷告大军的时间遇见你 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 来敬拜我们的神 主求你来恢复 你在我心中 收买荣耀光辉的宝座 主求你来恢复 你在我生命中 热情奔放 燃烧的火 主求你来恢复 你在我心中 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 主求你来恢复 你在我生命中 热情奔放 燃烧的火 广泉帮共 确你的宝座 anych awareness 下 live 上 主求祢来恢复 祢在我心中 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 主求祢来恢复 祢在我生命中 热情芬芳燃烧地方 愿以祢作固降临 愿祢的职力 心在地上 不同在天上 愿祢恢复 寂寞作为 展现祢同彩 来反转我生命 愿祢的国度降临 愿祢的职力 心在地上 不同在天上 愿祢恢复 寂寞作为 展现祢同彩 来反转我生命 殿下 祢和 交到 祢上 在 大家 独降临 愿你的知音 心在地上 不同在天上 愿你回 父亲 妙作为 掌摄你的同台 来反战我胜利 愿你的 独降临 愿意你知意心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愿意为福奇妙作为 掌现你同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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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幻穿我生命 主啊 这是我们众人的祷告 主啊 求你翻转 翻转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彰显你的同在 主啊 在早晨的时候 我们就来到你面前向你呼求 主啊 我们立定心志在你的面前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恢复你在我们心中的地位 主啊 或许我们曾经 好像忘记了把事事要遵你为大 我们有的时候遇见困难 我们第一时间想我要怎么处理 主啊 让我们重新把主权交还给你 主啊 在早晨的时候 我们说这是我们的祷告 这是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重新把主权交还给你 主啊 掌现你的同在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听孩子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 在清早的时候 我能够与你的话语相遇 主啊 求你祝福我们一整天 所有的时光 我们希望 我们渴慕你的同在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民祈求 阿们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创世纪第一章三到五节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 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昼 称暗为夜 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头一日 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是从光开始的 因为世界这个字里面 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 就是秩序的意思 也就是神在完全黑暗 圣经用渊灭黑暗 空虚混沌来形容 也就是没有次序 没有光 没有光就没有生命 也就没有盼望 也就是在一片混乱当中 神首先用光 照进了这个次序 照进了这个世界 然后在一个混沌 混乱 虚空 没有意义 黑暗中创造了秩序 然后神在按照神的次序 慢慢地来创造空气 水 植物 动物 最后祂才创造了 按照自己的形象 创造了男 创造了女 那么当我仔细在读 这段经文的时候 创始的开始 其实是从没有次序中间 开始有了秩序 我常在想 我们生命中 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们问题的根源 是因为我们生命中 我们忘记了 神在我们生命中 所放下的次序 因此当次序出问题 生命也就出问题 那么从圣经来看 圣经告诉我们 神在我们人生中 创造有四个次序 第一个次序 神最重要 第二个次序 是家庭最重要 第三个次序 是讲到教会 第四个次序 才是工作 那么虽然我们花 最多的时间在工作 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一天 花八个小时 甚至八个小时以上 投在工作上 但是像我们讲到 次序的时候 最主要的是 优先次序的选择 并不是指你时间有多少 就代表那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第一个是神最重要 我记得从2000年开始 网络的工作 开始兴起的时候 很多科技人 真的是一整天 所有的时间 都放在工作里 没日没夜这样工作 甚至连家庭也都牺牲了 我认识一个朋友 创业的时候 基本上他将近 有五年的时间 都没有看到孩子 而是站着的样子 因为他出门的时候 孩子在睡觉 他回家的时候 孩子已经睡觉 所以就在创业的过程里 完全用工作 变成他生命中的第一 以至于到后来的时候 婚姻关系 亲子关系 付上了极高的代价 因此让我们明白 其实我们生命中 最先优先选择的 就是神 就是亲近神 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那么持续对了 其实很多事情就对了 那么第二个 就是家庭的持续 我知道很多的人 常常最重要的 把服饰甚至放在家庭之前 有时候这样的选择 其实我们需要 在神的面前祷告 因为每一个家庭的 能够提供的支持 不一样 每个人的环境也不一样 但是有一个 很重要的原则 无论你的服饰怎么忙 有一个优先的持续是 要先把你的家经营好 其实圣经讲的是蛮清楚的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愿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提摩太前出三章五节 其实这个持续很清楚 我看见华人教会里面 那么常常我们一个不留心 我们犯的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 我们用事奉 我们取代的家庭的经营 以至于很多时候 我们在事奉上 在事工上我们是成功的 但是很遗憾的是 在家庭上我们是失败的 有了很多的破口 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 很重要的秩序是 每个人不一样 但总而言之 如果你想好好的 好好的来服侍上帝 那么必须有一个先决的条件 先把你的家经营好 因为当你把你的家经营好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有一个很好 而且有见证的一个服侍 所以持续对了 一切都会对 那么持续错了 我常觉得对也是错 不说工作不重要 但你持续错了 你就看见那些副作用 就吞噬你的人生 也不是说服侍不重要 可是如果你不先把家搞定 你不好好的经营你的家 那么到最后你看到 那么你在家庭里面的破口 还是会吞噬掉 你时空上的见证 功亏一篑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必须看重这个次序 其实救赎 就是讲恢复神起初的次序 其中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一个人蒙救赎 就是要恢复我们生命中的次序 圣经说那光是真光 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那么不断地强调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约翰福音一章一道十节 没有神的生命 就是没有光的生命 没有光也就没有生命 也就活在空虚混沌 约面黑暗 一片混乱当中 我看过多少的家庭 我看过多少热心服侍主的人 那么因为生命的次序弄错了 所以尽管他很努力 尽管他付很高的代价 可是他的生命跟生活里头 还是一片的混乱 很多人说 弟兄姊妹 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想应该不是你不够努力 我想应该不是你 你不愿意付代价 我想很可能一个原因是 你把生命的次序给弄错了 因此你说他很努力地服侍 你很努力地工作 我知道你很爱这个家 你所做的一切也是为这个家 但是你在努力工作 甚至在努力服侍的中间里 你可能忘记了 神所设立在我们生命中的次序 你知道人没有办法处理黑暗 当你次序错了 生命进入混乱 生命进入黑暗 你有再多的金钱 你没有办法点亮黑暗 你有再强的能力 你没有办法处理黑暗 你知道当人在黑暗中的时候 你拿刀子去砍黑暗吗 拿金钱去解决黑暗吗 用你一些的 事空上的成就去解决黑暗吗 其实黑暗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你要解决黑暗 唯一一个方法 唯一一个方法 就是打开你心门 有一个缝 让光进来 你知道光进来以后 黑暗你不需要去解决 只要光进来 黑暗不需要去解决 因为光自然就会感触黑暗 当光进来 生命也进来 当次序对了 你就看到很多的根源的问题 其实我们不需要去解决的 因为光进来 黑暗就会离开 求神帮助我们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清楚 耶稣就是那个真光 在今天这个黑暗的世界里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努力地追逐金钱 努力地追求权力地位 他们想用这一切 来点量他们的人生 但事实上 当他们把次序弄错的时候 我们发现 他们好像越努力 好像越劳苦 可是感觉 他们的生命越来越混乱 特别是当你步入中年 你回头看你生命中的一切 你是不努力吗 你拥有的不够多吗 或者你生命中 还有什么缺乏吗 其实很多时候 其实都不是这个原因的 是因为你把生命的次序 给弄错了 因此当圣灵 当耶稣的光照进来的时候 其实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 要重新恢复 我们生命中的次序 那么因此今天早上 其实让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有一些的思想 就是你生命的次序对了 神如果不在你生命中的优先第一 其实你后面的次序不会对的 因为一如果不出来 二就不会出来 那么三四五当然就不会出来 如果你生命中的第一 你没有确定 你没有确定 耶稣是你生命中的第一 神是你生命中的第一 那么二也不会出来 我真的要挑战我们中间 所有所有你感到空虚 你感到混乱 你感到无路可走的人 我真的说 应该不是你的努力不够 我真的说 第一件事情 从创世纪来看 恢复你生命中的次序 让你生命中每一个领域 让神举首位 你看到后面就容易多了 第二个一定要看重家庭 因为当我们花时间 在经营我们的家庭的时候 那么你就看到 那么你家会的侍奉 就慢慢就看到 看到全家一起服侍 那个节奏要调整好 侍奉也会成为一个 很美丽的经历 当你看到侍奉是很重要的 你们看到 生命有一个意义跟价值 在侍奉中间 去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 你不会看见一件事情 工作也必定会蒙佛 当你尽心尽意 在工作上努力的时候 你知道神是第一的 你知道家庭有在经营的 也知道工作 也是以神的见证的 你就看到这一切 那么都看到神在那里掌管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今天早上 但愿我们彼此的勉励 后现代每个人都很忙碌 但是次序对了 知道方向对了 虽然我们可能会慢一点 次序对了 方向对了 虽然或许我们不是 这么样的厉害 但是很奇妙 当你持续对了 一切都会对 而且到后面 你看到 你会看到神的祝福 在我们生命中 每一个层面里面 但是如果你持续错了 你持续错了 那么即使你再怎么样的努力 即使你再多永远 更多的金钱 事工的成功 名誉地位 其实你里面是不能打开的 你里面一打开 你其实知道是很混乱的 很茫然的 所以但愿我们在很多的事工 很多的服事上 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神在我们生命中 有一个新的创造 而这新的创造是从救赎开始的 而这个新创造会带领我们 创造一个全新的生命 而这全新的生命让我们看见 而让神的祝福可以进入到我们生命中 每一个层次里头 我想这次神一开始创造的时候 用光照进黑暗里的原因 但愿今天耶稣的金光 照进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灵的神处 让我们生命有一个全新的创造 阿们 天父我们感谢你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够努力 很多时候是方向错了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没有恩赐 可能我们没有把神放在我们最主要的前面 主求你赦免我们 让神让家庭摆在我们生命的手位 主让生命的持续对了的时候 主啊一切的事情都会是对的 主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早上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第一件事情要祷告是 我们真的需要为这混乱 黑暗绝望的世代祷告 这世界真的很混乱 那么不是什么政策可以解决 是要耶稣的真光 照进这个黑暗世代的每一个角落里面 好不好 我们同声的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主啊 耶稣我们在这个世界来祷告 主啊 我们为这黑暗的世代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世界上的世界上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世界上 我们为这些世界上 kita 我们 solia 祷告 就是我们的奏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仰望 主啊 这就是一个灣區又被没有的世代 主啊有许多不公又不义的事情 在那里发生着 主我们向你祷告 愿你的真光照耀 愿你的真光照耀 进入这个社会 进入我们的国家 主啊叫那一切 好像似是而非的言语 都能够被抹除出去 主啊是的光进来 黑暗就要逃跑 光进来黑暗就要逃跑 主我们仰望你 我们呼求你 呼求你进来 呼求你的真光就照耀在 我们每一个属你的百姓身上 主啊以至于我们去到什么地方 主我们就为你 为你彰显你的荣光 为你来彰显你的荣耀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真说基督徒要起来 要起来改变这个社会 愿我们所到之处 你的光就在那里照耀 天父我们赞美你 你说你是世界的光 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主你应许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人 要看见大光 在死因之地的人 要有光照耀着他们 并且你把我们的脚都引到那平安的路上 主我们恳求你 求你顾念于我们所立的约 拯救我们 怜悯我们 将你的光照亮整个世代黑暗的角落 恢复我们起初创造的美好 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第二件事情 我们真的要为教会祷告 那么哪里有教会 哪里教会有光 让教会成为国家 社会 家庭 社区 能够一真正的光 能够照亮 那一个地方 好不好 我们同声的 我们一起为教会来祷告 就是我们看到 每一个教会来找到 每一个教会来养活 欧洲啊 我们招动 每一个教会都有属于上海的冻结 欧洲啊 他们知道 教会要发挥教会的功能 教会或是神态 教会要在乎 感光的解 欧洲啊 我们每一个教会 都能够照亮 欧洲啊 欧洲啊 要发挥教会 要来养活 在这个山头上 要来养活 主啊 我们和人感谢再美你 因为你就是真光 主 你就是世界的光 主为了每一间教会来祷告 每一间教会都要成为金灯台 主啊 灯台是要放在灯桌上的 主让我们扬起真理的旗子 让真理的旗子 能够扬起来 主让每一间的教会 都能够成为传递真理的地方 每一间的教会 在那个社区不白占地图 他要发挥属灵的影响力 每个基督徒都要站立起来 在他的社区 在他的家庭里面 在他的职场上 发光发热 主要谢谢你 赞美你 主要赞美你 你是教会的神 主要愿属你的每一个教会 主要天天寻求你的同在 天天渴慕你的话语 好让你的教会 走在你的心意里面 主要让我们 真的是倚靠你的权柄 主要真的是 以靠你的话语 散发出那属天的影响力 主要不只是在我们的国家 社会 在社区 在每一个家庭 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主要你要透过你的教会 主要真的是彰显你的荣耀 散发你的心香之气 主要我也求你赐力量给教会 主要有许多的教会 有纷争 有软弱 有跌倒住 但是你不看我们的软弱 主要你乃是看我们愿意的心 主要求你再次兴起 这些软弱的教会 主要叫他们的软弱 真的不半叠人 主要真的是使用他们 使用他们成就你极美的工作 主谢谢你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第三件事情 我们要为自己来祷告 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所有的问题 很根源是持续错了 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祷告 让神在我们生命中 每个领域来掌权 为我们的家庭也要来祷告 我们同生的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也就是让我们回到 到总终的橘标 推荐 我们向上 要看到圣经的 hebben 这个声音 也就是要 我们在我们成人 在我们生活里边 我们上去 主要让我们的计划 以为大 着现象 让我们尽管 所有的家庭 然后 主要让我们家庭的во会 立即跟藏友 有学的思绪 然后 主要パン 我一项 让我们不信心 简单单 不坏你的身体 又不真 简单单在外面打鸣 这些第一个药物在福祉的时候 保证我们不要看 神众与家庭 主我们仰华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向你线上祷告 主啊 你是掌管天地万物的神 主啊 我们不要倚靠自己的势力 不要倚靠自己的才能 也要靠着你才能方能成事 主啊 我们不要再为自己生命掌权 我们要单单的把你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 让我们知道说 主啊 你是掌管我生命的主 主啊 我们不能再掌管自己的生命 主啊 我们没有办法掌管黑暗 我们没有办法掌管任何事情发生的结果 但是主 你都已经安排好了 主啊 我们尽心摆上我们自己 将你的次序摆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 祝福我们的教会 祝福我们的国家 祝福我们的家庭 求主你帮助我们 祝福我们 谢谢你 主 人里头的光落黑暗了 这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主 帮助我们 主 让我们真实能够可以将基督 放在我们心中的首位 帮助我们真实知道我们第一的优先次序 就是选你自己 帮助我们要懂得更多的爱你 爱自己 爱自己的家庭 爱你所良给我们的产业 让我们有力量去爱我们的教会 去爱我们的工作 主 谢谢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真光 主 然而你来 光来了黑暗就必逃跑 主 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 有多少的软弱跟多少的黑暗 但是我有一件事情要记得 那就是常住在你的店中 瞻仰你的容面 主 你的荣光 必须我们能够可以心然欢乐 主 谢谢你 使我们真实生命当中的这一份安稳 可以使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幻境当中 都能够可以依靠你 并且生命得到真实的力量 谢谢主 主 我知道许多人今天早上正在做抉择 主啊 神是最重要的 家庭是第二重要的 主啊 服事是第三重要的 工作是第四重要的 主 但愿你对许多做选择的人 有信心做出正确的选择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 愿你的过度假满心 愿你的执意心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愿你恢复其妙脱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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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维持疑心在地上 愿你恢复其妙脱威 愿你恢复其妙脱威 来翻转我生命 愿意的国路降临 愿意的执意心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愿意恢复起妙作为 掌揭的同在来翻转我生命